我们关注阿富汗撤离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是英美两国 而这里面有一个英国人坚持要带走200多个动物 因为他长期在阿富汗投入动物救援 这是一个英国的前皇家海军陆战队军人 他撤离员工 另外还要加上200多只的猫狗 跟英国的国防部大臣杠上也引发很多争议 最后呢 他还是募资成功 募得私人包机 也成功为所有员工拿到英国签证 但现在被困在机场外超过十小时 他不得已隔空 用Twitter向塔利班的发言人喊话 他说如果能够取得安全庇护进入机场 可以证明塔利班政权呢 真的是有容乃大 不过今天发生科布尔机场的恐怖 这个攻击事件之后 那么现在这个执意要带走200多个动物的英国前退役老兵 恐怕要再继续等下去 疫情导致人力不足 不止损害企业 甚至是我们心爱的宠物 英国自脱欧后 从欧盟国家过来就业的兽医人数锐减 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数 除了人力严重不足外 疫情引发的养宠物潮 也加重了兽医的负担 英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民众长时间待在家里远离人群 许多人便从猫狗身上寻求陪伴 宠物狗从300万只增加到1250万只 宠物猫也从500万只增加到1250万只 现在宠物生病了 想要马上看到医生几乎不可能 目前多家兽医院都透过线上问诊的方式进行 但毕竟跟面对面看医生还是不同 收医的培训需要五年之久 英国在短期内 宠物一一难求的情况 恐怕得不到缓解 同样是需要被解救的动物 阿富汗政群垮台后 在当地设立动物保护园区的皇家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 希望能够带着他们的员工和动物 一起撤离阿富汗 美军的撤军期限开始倒数 动物保护园区的创始人潘法廷 便利用群众募资 募得包机资金来执行撤离计划 身为英国公民 法庭其实早就在撤离的名单上 只要他人进到机场就可以上飞机 但是他却不愿意离开 他坚持一定要他的员工及眷属 都获得英国签证后 才愿意离开 他也坚持一定要带走 他园区内大约200只猫狗 此举引发了争议 最后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让步 表示会为私人飞机预留航道 但是当法庭带着异形人前往机场时 却被困在外围长达十多个小时 无奈之下 他便发了推特给塔利班的发言人 写道是否可以帮助他们的车队安全进入机场 以证明塔利班政权正在走向不同的道路 目前因为科布尔机场外的两起恐怖爆炸攻击 现场一片混乱 私人飞机进入机场将不再安全 法庭和他的同伴们 只能在机场外面继续苦等放行 TVBS新闻综合报道